第五十八屆金钟奖 戏剧类节目摄影奖 得奖的是 陈克锦 李明 白杰力 詹程志 模仿范 恭喜 不论在构图 取景 光影 都把画面经营得很有气氛 机器的运动和演员的情绪紧扣在一起 也让故事说的精彩更有张力 编曲 李明 白杰力 拿一尾 大家好 我是陈克锦 因为两位前辈让我先讲所以我先讲 很感謝漢草 也很感謝Netfast 以及張宏吉 以及張恨如兩位黨也 然後謝謝我的另外三位攝影師 黎明 智哥 還有一位正在幫我受苦受難的小白 他沒辦法到現場 其實每次站在台上都很緊張 然後同時也會覺得有一些羞愧 因為絕大部分我的工作就是出一張嘴 告訴大家我要幹什麼 我要做什麼 哪個可以 哪個不可以 但是整個劇組總是有很多的人在為我們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人家告訴你拍得很好 但是我實際上覺得不是啊 都是大家幫助我才能做到這些事情 當然在這一兩年我們開始越來越在乎 大家的工作環境以及工作指數 自己在這個工作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大概也是個十多年了 很多時候在想說什麼時候我們的環境 能讓大家在工作之餘還有自己的生活 畢竟我們在講戲劇或是電影 我們都在談論人的事情 談論故事 那這些東西應該本著生活而來的 希望這個環境也變得更好 能讓大家能有更好的生活 陪陪家人 陪陪孩子 陪自己所愛的人 這是我的兩樣的感覺 最後 最後想跟我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說 答應的事情我做到了 謝謝 我要先謝謝我的家人 在疫情那段時間 謝謝他們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讓我在現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工作 那模仿方對我來講其實非常奇幻 也非常特別 它是一個蠻像是在玩互相信任遊戲的一個劇組 那其實這個信任我覺得 謝謝我們的主攝影 克勤 很放任我們B組的攝影組 來好好的完成它 謝謝各位 謝謝 大家好 我想先替今天無法出席的白杰莉先生 發表他的致詞 小白說首先要感謝導演張隆吉先生 和攝影陳克勤先生 謝謝你們的信任 把攝影機交到我手上 讓我有機會可以參與如此優質的作品 謝謝 再來要感謝我的太太 每次工作都是每日每夜 就算住在家裡也常常見不到面 讓你獨自處理家裡的琐事 老婆辛苦了 等我國外的工作結束 帶錢錢回去給你 感謝我親愛的家人們 一直以來的支持 還有無條件給予我的愛 爸爸媽媽姐姐 大姐小妹 我得獎了 最後要感謝一個小朋友 利人 謝謝你在爸爸工作很累很累的時候 給了爸爸很多很多的力氣 謝謝你 爸爸愛你 謝謝金鐘獎 謝謝大家 大家好 第一次入圍 第一次得獎 蠻緊張的 首先我非常想感謝我身旁強大的隊友們 特別是柯琴 明哥和小白 能跟你們一起共識完成模仿範這部非常複雜 龐大的影集拍攝 是我莫大的榮幸 謝謝你們 那我也想感謝所有參與模仿範演出的優秀演員們 以及幕後辛苦的工作夥伴 以及幕後辛苦的工作夥伴 是你們 謝謝你們 就是不畏風雨 然後犧牲睡眠 日夜顛倒 也都還盡心盡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由你們的專業與堅持 才有我們今天的成績 謝謝你們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家人們 謝謝父母親對我巨大的包容 放手讓我走向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 在我成為一位父親後 我才明白這不是容易的事 那我也想感謝我的岳父岳母 經常幫我照顧小孩 讓我可以放心出門工作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也想謝謝我的太太和小孩 他們今天有來 謝謝你們給我一個這麼幸福的家 你們是我努力的原動力 我愛你們 謝謝